种子教师们上台分享自己设计的照顾者与失智者生活形态在设计的课程和内容 这是由财团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会福利基金会 跟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主办 在基隆市举办的轻度失智者与照顾者生活形态在设计的课程 全台湾只有三场 其中一场在基隆 课程内容在教导照顾失智者的照顾者们 例如夫妻或是失智据点的工作人员 避免照顾者因为长期的日常生活形态 也和失智者一样没有变化 最后也变成了失智者 你知道有四对夫妻来上课 总共十二个学员对不对 然后有四对夫妻 有一个先生认知功能还不是我照顾他失智的太太 另外三对啊都是太太照顾先生 然后他们就跟我分享说 主任我照顾我这个先生失智 我照顾得很累很累这样 然后结果工作人员偷偷跟我说 主任其实咱们自己是失智没有 夫妻一起生活对不对 你照顾另外一个其实自己也快要差不多了 因为夫妻没有基因的关系嘛 有基因生下来小孩就有问题对不对 生活 你看一起吃饭吃了四五十年 一起睡觉 一起运动 这个大概生活习惯都差不多 所以一个失智期另外一个风险很高 所以后来我们就认为这个课不能只有失智者来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还有家属 家庭照顾着一起 重新设计生活形态避免照顾者也退化成为失智者 现在很多的制造中心 据点有很多的模组在执行 很好身体功能都会变好 因为大家都在运动 可是认知功能其实是在对付的 所以其实我们很担心很焦虑的问题在这里 那在失智的分数可以 认知功能可以改善 然后大家因为都在第一现场 所以知道我们照顾的长辈其中一个是认知功能 那另外就是忧郁的分数会下降 那甚至对照顾者的自我效能也会得到提升 那这几个其实就是我们重视的几块 如果能够让新度失智的人去逆反他的 新度失智的状态 然后也让照顾者可以在照顾的过程中 把自己的长辈跟自己都照顾好 而且知道什么照顾好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课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